川金香线欢金正恩 世人会以为在看科幻片 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今天握手寒暄的历史性时刻 引发全球关注 两人举行史无前例的高峰会 致力中接触十年紧张合资僵局 解决两国可回溯到冷战时期的敌对状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两人历史性握手后 并肩走了短短的路程中 金正恩透过通议员告诉川普 全球民众对于新加坡发生的这一切会感到难以置信 金正恩说 世上许多人会认为这一切景象宛如奇幻来自科幻电影 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报道指出 两位领导人握手历时12秒 法新社报道 川普还轻拍金正恩的右臂 两人之后坐下来一对一谈话 川普说 我们将有极佳的关系 我对此确信无疑川普先前曾说 他会在头一分钟内知道是否有可能与金正恩谈成协议 金正恩方面 这位北韩领导人提到两国对抗和激烈交锋的历史 但也指出两人的会谈显示 他们可以克服过去 两人并肩坐著 金正恩告诉川普 一路来到这里真不容易 过去的偏线和做法阻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但是我们克服了所有障碍 今天来到这里 川普回说 说得莫错 这场高风险的会谈景象 无疑充满正面氛围 首尔东国大学 Dungguk University 教授金融炫 Kim Yong Haen 说 高峰会气氛看起来非常好 他说 这场会谈要达成特定协议会很困难 但座位起跑点 这具有重大意义 路透社报道 川金会登场时 新加坡海军船舰和空军阿帕器直升机在附近巡逻 战机和弯流550空中预警机也在空中盘旋 亚洲金融市场大多稳定 对于高峰会登场莫有显示重大反应 相关阅读专题 斜杠穿金过招全记录 看两大狂人如何交锋